HELLO 歡迎來到膠攝現場 你搞什麼? 我搞什麼? 是你搞什麼?這部很棒 自拍?YouTuber? 我們不是YouTuber嗎? 我們這麼遠鏡頭的主持 你這樣就是YouTuber 還有新場的 廠方叫我新場 自拍 然後 這樣 今天我們介紹Sony 我的手夠長不可以 6400 應該是第一部自拍的 第一部自拍機 不是 它以前是LowND的 都可以放螢幕 有觀景器 有EVF的 這部第一部可以做自拍螢幕 有EVF就是第一部 我用了機器就發現 有多樣東西 可能螢幕多個關節 它向下 都多了 以前45度 對 所以應器上來很方便 對 那這部新機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大家知道它很容易拍的 一個反螢幕 就是因為 經常有人說它要加應器 加應器 加應器之後又不能加應器 不知道這部機 之後終於還給你 真的還給你 其實這部機先給你 可以超過一秒的 可以超過一秒的 60秒的 對 因為之前沒有了應器之後 它就用了一個 叫做 S&Q Slow&Quick 這裡也有保留的 對 對 有 但是如果真的拍攝時間鏡 是不可以的 其實以時間鏡的經驗來說 一秒的不是叫做時間鏡 對 因為一秒 你間隔的不止一秒 對 甚至有些人說要去到一天 因為之前我看過的影片 都是用一天的去計算 其實現在去到60秒的 相隔的兩張相片 兩張相片中間相隔60秒 對 最多多少張 最多是 9999 對 4條9 4條9 都可以 這部影片很長 對 另一個人很厲害 就加了 靜音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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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我們一向覺得合理 但是現在才有 即是時間鏡時是靜音快門 對 因為我不知道以前沒有的 以前用APP的年代 是 對 是 可能安全一點 怕其他人看不到相機 放在這裏 OK OK 剛才說了這個反螢幕 多了angle 反外線 現在 大家最期待新機 多了些什麼呢 就是 real time tracking 功能 是 這個有什麼特別呢 好像是 Sony第一部機 對我來說 我沒有認識 我對焦快了 然後 一個細毒的貓子 發現 原來 它對人 動物物體 的人工智能 計算 是不斷計算 即是 你開了機 它就不斷計算 是的 你由它的框 不斷計算 如果沒有灰色 不斷計算 是 不斷計算 是 之前說過 這部新機 最快的對速度 到0.02秒 是的 但是我覺得 需要配合 就是 我經常不使用的PAF 我之前用Sony機 我沒有用過 沒有用過 其實每個人買回來 我都會見到他們 認識了他們 因為 以前的對焦系統 會去到迷焦 即是你舉起這部機 它是蒙了 對 蒙了 看不到 但現在當然 先進了科技 我覺得要開 因為剛才我試了 開了 如果沒有開 對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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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明顯的進步 快速 他首先不斷計算 畫面的物件 人 還有 如果你開了PF 的話 他會跟著對焦 再開了 所以這是真正的 對焦系統 以前就有機會對焦系統 沒錯 這個就是厲害了 所以我現在再開了 即是 我認識了它 我才對焦系統 現在就不用了 他有一個對著 就真的做到最初的原意就是 我一拿上手 扣好圖 我就已經不需要理會對焦的問題 而且他不會蒙給你扣圖 以前是會的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認識 因為他有時候走了很遠 其實你看不到畫面 他就算很快 就算本身之前那些 始終也有個差 但現在是加上混算畫面的物件 去做focus 如果你開了半按快門之後 就算他看不到人的眼睛 但他知道這個人 都會框住一個綠色框 裡面再加兩行線 綠色線去追著這件物件 到一旦轉臉 去拍到臉 再拍到眼睛 再拍到眼睛 出一個小的白框 這樣就很快 這個完全是 尤其是我們生活上 經常都要用到拍人多 生活上 即是不可以單純說對焦快 是要講這麼詳細 因為說對焦快 其實我剛才一拿上手的時候 我是有嚇到的感覺 因為通常我用afx 即是半按快門才對焦 那一下 突然突然是sharp那種感覺 就好像我一向用最頂級的機器 配最頂級的鏡 即是最頂級的那些 叫做運動的相機 配最頂級的鏡 那種忽然間就sharp 忽然間就sharp 這個給了我 一個最大的分別就是 這支鏡行 這支都是舊鏡 但是分別就是 你那些頂級機是有鎖的感覺 這支是防著它 不會太鎖的 所以是可以配合到 沒有這個防手震 也不會太手震 這支鏡我都用了一段很長時間 我也有 A6000的時候 沒錯 我簡直覺得 為何 是否不同 這支鏡加速 我真的有這樣的感覺 這個真的要提醒大家 新的Sony機器 是很神奇的 是令到鏡頭增益了很多 這是我們這麼多年來的經驗 差不多換了五部機 OK 剛才你說的是人 對焦人快 其實要增益這件事 就是跟這個6500 比較 比較 膚色 這個A73出現了 只不過可能之前 6500和6300 那時候還沒有 其實還沒有 現在就到了 就可以加上去 加上去 大家聽完我講的 這麼多 很快的對焦功能 讓我們封閉看看 關節有什麼不同 好 大家可以看到 手上這個就是6400 最新的 最不同的是什麼 近距離去看看 反螢幕 對 它為了 因為它有這個 眼鏡 它為了避開它 它是故意 側側地 整個 整個 突出來 反螢幕 給大家看 但有人說 會遮蓋著 開機器 先看看 是 有一點 有一點 OK 你自拍大概構圖 你不會 你不會很在意 不如脫掉 不如脫掉 這個有很大的 方便 以前是就這樣脫掉 是 這個是摔下去 這不容易脫掉 因為以前 我的A6000 我買了很久 就不見了 一定是脫掉 我也是脫掉 我兩部機也脫掉 我見大部分人 都是不見了 是向後脫掉 這個上上摔會真的有很多 OK 如果這樣脫掉 剛剛好 水平 OK 就不會看不到畫面 剛才你說可以向下反 多了 我們先看看 是 這樣 哇 差不多平了 喂 不要說 這個高炒方面 高炒方面 以前只有這麼多 有時候高炒 因為高炒的時候 角度會向下 對 所以不夠用 所以看不到螢幕 就算有這個 這個 你也會 你看看以前的相機 這樣 對 哇 差很多遠 很棒 因為有時候 向下影 會反光 反到天空的光 一定要夠角度 否則差一點 OK 好 那不如再看多一點 相機 其實整個尺寸 基本上差不多 跟300差不多 你不如說6500 笨 其實認真說 我覺得看這個手柄 我自己 就這樣看下去 我覺得 它的尺寸是比較像6500 多一點 是的 不過它整個系列 都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6000到現在 沒有什麼點變 這個有咪插 這個很重要 對 這個很重要 對 它拍不到4K 咦 怎麼搞錯 這次 對 真的拍到 現在我們4K 看看 4K 4K 在這裡 4K 最高 25 可以60 即30 可以 因為Sony 相機比較特別 你調整N 和PAL 你可以選擇 那個 30和25 分別 是的 其他的 制位都好像沒有大分別 有一件事 我以前經常拍照沒有發現 對 如果連拍就會發現 對 就會在Auto White Balance 經常跳 現在多了新按鈕 是 嘩 很棒 因為以前 如果你用Auto White Balance 有機會每張照片的 有差 對 你現在還可以選擇 現在要鎖了它 好像曝光一樣 你知道 有時候 人尤其是穿不同顏色的衣服 對 一轉身換個人 就會不同顏色 你又要收拾一下 這次連Auto White Balance 都可以封鎖了 對 在JPAC的外表 再可靠一點 OK 又是很小 放在你的手 但是 其實 因為六幾零力系列 都是差不多大尺寸的 是的 暗地裏 不斷改進 學機一樣 很大 是的 我 比較喜歡 當年的Nix7 那個雙刀 當然 他這部還是六字機 如果他再出雙刀 可能他會變成七字機 是 暫時還不肯出的 期待了二十幾年 不過不要緊的 因為這部機 我 開頭公佈的時候 認真 包括我 還有很多期待 他出七字機的朋友 都有點失望 因為 六四零零這件事 本身四字又少提 日本廠很少用四字 因為 跟中國話一樣 四字是有少少不吉利的 所以他比較少 但是 因為他之前有六三零零 又有六五零零 他現在就很精準地告訴你 這部機是比六三零零 但又不是六五零零的等級 是的 即是價錢 價錢應該是以往六三零零的等級 我猜 因為他始終沒有內置 不做防震 所以定位上也不是六五零零的等級 所以要留意 所以要買鏡時 買一些有防震的 其實你要那個焦距沒有選擇 但其實大部份這些焦距都有防震 也是的 尤其是Zoom 是的 但這部機我認真說 對焦速度真的驚喜到 我真的覺得有點誇張 我之前用了其他牌子的 7300 這支鏡對我來說是正常的 然後再用一支Sony 8女 7300 真的 我直接夠膽 是不甩 是開始發現 我終於覺得Sony對照快 再重複一次 Sony的新機是令到鏡頭有增益的 你想想我用這支鏡幾年前 是的 當年我都說 說真的 我用A6000配這支鏡的時候 是一個合理快的速度 那時候也說是最快的 你不是去到一個 那個運動 追焦運動機的那種感覺 因為他被當年6000的時候 加了分析能力 分析物件 人 哪個人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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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他裏面的計劃 真的提升了很多 所以他將這些東西 他不單止在運算上強了很多 連這些反應 他也有提升 即是你不可以 只是說對焦快了 是的 這個感覺是 像你所說 不只是對的問題 是他的計劃都強了 所以變成幫助了很多 但我們遇到很困難 我們只能試到機能 這次的護機 對 說真的 都真的很 很有趣的廠商 這屆CP Plus 真的 幾個廠商都很避免 我們 都比我們 預先 可以碰一碰 我們這次 都可以盡快拿回來 和大家 有個試玩 但始終他都是工程機 變成 我們都要等他 真的有 可以推出市面的型號 即是 那些機 那些型號 我們才可以和大家試 專員論一下 是的 因為他有說 他的膚色好看 我們看看會不會 比A73 還是差不多 接下來都會刪行 我們再次看 下次見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